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3号星期天 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多家媒体报道 习近平可能不会出习G20的消息 南德一支报认为 习近平借由缺习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但美国之音认为 习近平缺不缺习G20 印度都将向世界展示 自己才是全球南方更合格的领导者 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对美国表示 文明差异不应成为冲突的根源 而应成为进步的动力 G20峰会将在下周登场 据多家媒体报道 习近平可能派中共总理李强参加 南德一支报发表评论 强者之间的对决指出 习近平此举是在故意冷落东道主 印度总理莫迪 通过缺席产生影响 据议会者说 即使是在和印度的具体谈判中 中方也不放过任何机会 为印度代表设置障碍 以确保本次峰会无法取得显著成功 时评人士张天亮评论说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连李强也不要派 问题是G20更需要习近平 还是习近平更需要G20 本来人家就要跟你脱钩 你不来正好 据美国之音报道 印度一直致力于把自己打造成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 作为2023年的主办国 印度制定的议程基本围绕着全球南方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问题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中心南亚问题研究员庞德指出 习近平的缺席是中方的损失 G20的一些国家属于全球南方国家 九个观察员国 其中七个是全球南方国家 非洲联盟是全球南方 所以他们所有的人都会在那里 除了中俄 这将是七国集团国家加上全球南方的组合 这将是莫迪总理的舞台 它将展示印度在过去九个月担任G20主席国所取得的成就 印度在经济方面提供的服务 数字公共基础设施 气候融资 债务重组 贸易 投资 技术 南方国家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和盟友都在这里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与外交政策副会长庞特说 印度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深受尊重 与中共跟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不同 印度可以在南方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能够代表全球南方与西方密切协调 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一起 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不同于中方的替代方案 此外 据大陆网易号宇宙观9月1号发文说 在伊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等国相继宣布不与美国为敌后 委内瑞拉也宣布任何时候都愿意跟美国友好相处 一起美好生活 为表诚意释放了两名重要的美国人质 并且同意石油增产 网友认为中共已经是落汤之机 这些小兄弟们也直去赶快抱美国大腿 2号 谢峰出席第21届华盛顿中国文化节制词时说 均有咖啡我有茶各有存在的理由 文明差异不应成为冲突的根源 让我们开放包容的心怀 打破交流壁垒 减少误解与分歧 增进理解与友谊 还说崇尚团结统一是福 分裂动荡是祸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等等 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 谢峰利用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 完全放下了战狼的嘴脸 而直接向美国释放了求谣的信号 希望把冲突放一边 减少分歧增进合作 但同时又要把台湾问题作为底线 我相信美国方面绝对不会将台湾放手的 这个完全是跟美国国家安全有关 就像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访华的时候 非常明确的表态 国安问题是免谈的 而9月1号 中共媒体参考消息 头版头条赫然写着 业界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 石头认为 雷蒙多在这一次访华之前 取消了对27个中国企业的制裁 释放了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 所以看到中共方面 现在也开始发表一些 关于美国企业的消息 说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企业 希望美中关系稳定向好 其实拜登内国成员近期访华 就是释放希望两国关系稳定的信号 能不能向好 很大程度需要看中共怎么做的 包括如何弥补关于反间谍法 带来的负面作用 但是 稳定两国关系不等于不去风险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要去风险化的方向是不会变的 只是去的程度而已 近期拜登要去越南访问 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这就是去风险化的很好证据 近日 亚美尼亚总理帕辛扬说 他的国家只靠俄罗斯 来保障自身安全的政策 是一项战略错误 因为俄罗斯正逐步减少 涉入南高枷锁地区 罗马尼亚国防部强烈谴责俄国 一再攻击乌克兰在多脑河 并且靠近罗马尼亚国界的基础设施 意大利共和报3号刊登帕辛扬的访问内容 帕辛扬说 亚美尼亚因为纳卡地区 而面临邻国阿塞拜疆的侵略 俄罗斯却没能确保亚美尼亚的安全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为了争夺纳卡地区的控制权 而陷入几十年的争端 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之间有防御协议 在亚美尼亚也有军事基地 但帕辛扬暗示 俄罗斯认为亚美尼亚不够亲俄 觉得俄国正在逐步退出南高加索地区 帕辛扬指出 亚美尼亚正试图让国家的安全对策多样化 这项说法显然指的是 亚美尼亚跟欧洲联盟和美国的关系 以及尝试跟区域内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帕辛扬说 亚美尼亚的安全架构 99.999%跟俄罗斯有关 包括采购武器和弹药等方面 但俄罗斯自己都需要武器和弹药 无法满足亚美尼亚的安全需求 这告诉我们 在安全事务上只依靠一个伙伴 是一项战略错误 他这番说法 凸显亚美尼亚国内有很多人不满 俄罗斯没能保卫他们的利益 另外 俄罗斯再次趁着夜色 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南部的 奥德萨州之后 3号 罗马尼亚国防部以最强烈的措辞重申 这类针对乌克兰民间目标和基础设施的攻击 并不正当 而且深深抵触国际人道法的规范 乌克兰空军也表示 乌军在奥德萨州击毁了连夜来袭的俄罗斯无人机 共22架 自从7月黑海的协议破裂后 俄罗斯便增加了对奥德萨州和尼古拉耶夫州的攻击 这些地区拥有对谷物运输至关重要的港口和基础设施 路透社报道 3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外交政策顾问基里奇说 总统4号和普京会面时将聚焦讨论黑海谷物协议 土耳其正试图让俄罗斯重返协议 因为这种情况影响到全世界 日经亚洲3号报道 他们对中国国有银行、航空公司、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的十几名员工的调查 发现中国国内正日益强调习近平思想 有的员工让Chad GPT等AI软件来帮助自己写思想汇报 近日 一家国有银行海外分行的一名高管跟北京总部进行了视频通话 这次通话让他感到震惊 一位高层经理在两个小时的会议中 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谈论自己在学习习近平著作后的感想 这位经理还说 要把习近平的书放在办公桌上 在自己工作中遇到困难就可以去找答案 这位高管回忆说 让我感觉很不真实 我认识他十多年了 他一直是一个正常人 但那一刻他的性格似乎扭曲了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这样想 还是被迫这么表态 现在海外的员工发现 很难与北京同事见面 因为后者正忙于参加加强党的政治基础的活动 现在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十多年前你甚至可以拿这种学习开玩笑 但现在没人敢这么做了 除了国有企业之外 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编写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材 作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课教材 中共官媒说 这是确保习近平思想进课堂 进课本 进头脑 另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员工说 以前 我们这里的非党员不强制学习习思想 但是现在他们也必须学习 我们也必须时不时的写一些思想汇报 但我要切得GPT帮我做这件事 而这个人工智能工具 只能通过VPN访问 一位北京政治学学者说 中国的经济和外交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习近平本人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 所以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加强政治研究 防止内部分裂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 当越来越多的人会认清中共本质 随之会使中共的不安感越来越强 中共高层也会变本加厉 要求多学习思想 然后民众会更加反感 实际这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中共政权的存在与否 与中国人的人心是相关的 如果人人都觉得该抛弃中共的时候 或许很快中共就会解散 华尔街日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2024年美国大选 越发变得像川普和拜登之间的重赛 川普已经扩大了 他在共和党总统提名中的领先优势 调查发现 目前共和党已经变成一场一边倒的竞赛 川普目前没有强大的挑战者 有59%的共和党初选选民 把川普作为他们的首选 比华尔街日报4月份的调查结果 上升了11个百分点 自4月份以来 川普比佛罗里达州州长 德桑蒂斯的领先优势 几乎翻了一番 达到46个百分点 德桑蒂斯的支持率为13% 而其他人的支持率都没有突破个为数 当被问及川普的起诉时 超过60%的共和党初选选民说 每一项起诉都是出于政治动机 毫无根据 约78%的人表示 川普在2020年大选后的行为 是确保投票准确的合法努力 而16%的人表示 川普试图非法阻止国会认证他输掉的选举 大约一半的人表示 这些起诉使他们更有可能在2024年 投票支持川普 只有16%的人说 这些起诉使他们不太可能支持他 调查还发现 川普和拜登总统的总体选民支持率基本持平 川普的支持率为40% 拜登的支持率为39% 在排除其他候选人的情况下 川普和拜登的支持率持平 各为46% 参与这项调查的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 托尼·法布里奇奥说 考虑到对川普的起诉 他和拜登之间可能举行的大选重赛 获得如此逼近的民意调查 令人震惊 中国影视全行业在去年遭遇寒冬之后 今年上半年 两家影视巨头的业绩继续亏损 柏纳影业作为第一家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的中国内地影视集团 日前披露2023年半年报 其中电影业务同比下滑76.48% 2023年上半年计入的政府补助为7658万元 上半年净亏损4.41亿元 截止到6月30号 伯纳影业创始人于东直接持股20.53% 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此外 还有浙江东洋阿里巴巴影业有限公司持股为6.18%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持股为3.75% 曾经赫赫有名的影视巨头华裔兄弟 日前发布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 财报显示 华裔兄弟上半年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亏损1.43亿元 而从2018年开始 华裔兄弟已经连亏5年 总额合计已经超过73亿元 近两年来 华裔兄弟实控人王中军、王中磊兄弟二人 已经多次减持股份 此前 位列前十大股东的腾讯 在最新的财报中 已经完全退出股东行列 此外 截止到6月30号 华裔兄弟的流动资产共13.82亿元 但流动负债却高达26.68亿元 其中 短期借款5.36亿元 应付账款4.49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8.22亿元 但华裔兄弟的货币资金只有2.65亿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只有2518.26万元 这也意味着 如果债务集中到期 华裔兄弟可能面临资金流动性风险 而在去年当局实施疫情风控的形势下 中国影视公司的业绩普遍下滑 根据23家影视传媒上市公司 2022年财报显示 近70%的影视公司去年出现严重亏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订阅